第二十二题 阿燕做了一个实验 在密闭的一百毫升追平均中 放入二十克的铁丝以及十克水 经过一个礼拜后发现铁丝生锈了 称其总值量为A克 打开瓶盖再经过一个礼拜后盖上 称其总值量为B克 下列合者正确 这题本来要考的事情是 如果把瓶盖打开水会蒸发掉 因为水蒸发掉水质量会卷少 所以原来给的答案应该是C A小于B 但是当我把瓶盖打开之后 它这个铁还是会继续的去氧化 继续的生锈 那么铁氧化之后呢 质量是会增加的 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晓得 最后的质量到底是应该会增加 还是应该会减少 而这个出错的原因是因为题目的提议 说的不够清楚不够明白 所以这一题我们最后的结果是送分 虽然原来答案呢 是给的是A小于B 因为水会蒸发掉 所以质量会减少 但是因为题目的条件给的不够清楚 没有考虑到铁会继续的氧化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最后呢 就是送分